你好,我是Brian,歡迎來到我的烘焙廚房 briancuisine.com 今天我要示範給各位是杯子蛋糕的做法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我們的紅絲絨杯子蛋糕 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紅絲絨杯子蛋糕的做法 在紅色部分用的是我們的食用色素 那我們今天要使用的是我們的這個Rosberry的紅色 所以它是天然的果醬紅色 同時在最後的這個裝飾上面 我們用的是我們的Cream cheese跟我們的奶油 混拌出來的這個frosting 所以用紅色跟白色的對比 讓這個蛋糕顯得特別的漂亮 跟著我的step by step 你也可以輕鬆完成它 希望你會喜歡 在整個材料準備上 我們就先從我們的這個紅色果醬開始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我們的冷凍的覆盆煤 我們就讓它一次全部都下去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這個砂糖 那我們砂糖也是在前面就先加進去 之後呢我們就用我們的中小火 開始來煮我們的這個覆盆煤 我們用中小火 然後一邊煮的時候一邊攪拌 現在我們的這個整個鍋邊已經開始冒泡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準備好的這個檸檬汁放進來 那檸檬汁進來之後呢 就是一樣保持攪拌 那我們就這個步驟的目的是 讓它整個的這個紅色果醬開始濃縮 所以它的顏色會比較深一點 然後也會比較濃稠 所以它加進麵糊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麵糊才不會太濕 那至於要收到多乾呢 各位可以自己掌握一下 其實你收乾一點沒有關係 如果說待會我們最後重量不夠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水來調和它 所以我們就盡可能把它稍微收乾一點 現在我們的這個糖漿的部分大概煮到這個程度已經OK了 那我們就可以關火 那關火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動作就是來過濾我們這個糖漿 把這個覆盆煤的這個籽過濾掉 我們只需要留下糖漿的部分 現在我們來過濾我們這個覆盆煤的糖漿 在我們這個糖漿過濾完之後 我們今天事實上只會使用到130克 然後各位可以使用就是秤把它秤出130克 如果發現這個時候呢 你覺得它太乾的話 你就可以補充一些水來讓它達到130克 同樣如果你覺得你的這個果漿的部分 太濕的話呢不夠 那你就可以直接再放回這個sauce pan 讓它收的乾一點 那像我們今天的部分 只有煮完只剩下95克左右 所以我們待會會補充一些水讓它達到130 現在來準備我們這個粉類材料 那粉類材料裡面的這個powder粉是必須的 一定要放進來 然後另外一個有關這個可可粉 就是巧克力粉的部分 各位可以做取決 你可以完全省略掉它 或者像我今天用大概是一個tablespoon 然後7克左右 那你加的這個量越多的話 它最後呈現在這個蛋糕體的顏色 就會稍微再深一點 那巧克力的風味也會變得比較明顯 那你也可以完全不加 它顏色就會比較鮮紅 那我覺得這個極限大概就是15克 就是不要超過15克 因為它顏色會太像巧克力蛋糕 現在我們來打發我們的奶油 那同樣確定你的奶油是在室溫的狀況底下 然後我們奶油一次進來以後 打發的時間就大概是2分鐘 我們可以用高速的方式來打發 兩分鐘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的砂糖跟鹽放進來 一樣砂糖就是一次全部進來 然後鹽也是 保持一樣是高速 然後我們另外再打發兩分鐘 現在我們的奶油的乳霜部分非常的完整 那我們現在加入我們的雞蛋 同樣確定你的雞蛋是在室溫的狀況 因為如果是冰涼的話 它乳化會不夠完全 那我們就一次加進一顆 然後等到一顆攪拌到完全看不到蛋液的時候 我們再加入下一顆 一樣保持高速 一樣我們最後一個雞蛋加進來 其實它打發的時間大概是2分鐘 那在這個步驟你可以檢查一下 就是你的這個雞蛋的部分 它不會有那種散的這種蛋化狀 一定要是到這種狀況 它的乳化才是完整 那我們現在就改化我們的這個醬性攪拌棒 然後把我們前面預拌好的麵粉分兩次放進來 然後攪拌到看不到麵粉再加入下一次 那我們用中低速 我們現在的麵粉部分已經完全融合在我們這個前面的奶油裡面了 最後一個就是把我們剛才準備好 130克的這個 Rosberry糖漿一次全部都進來 然後糖漿全部都進來之後 一樣只需要攪拌到 顏色完全均勻就可以 我們不用過度攪拌它 那一樣採用中低速 那到這個步驟 我們的麵糊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來進行下一個動作 在我們的這個麵糊準備完之後 然後我們現在來準備我們這個杯子蛋糕的烤模 然後我們今天的量大概可以準備12個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烤模紙放進我們的馬分杯裡面 然後下來就是我們把我們這個麵糊放進來 以今天的量來講每個麵糊大概會是在50克上下 那各位可以用這種冰淇淋挖勺 那也可以用一般的湯匙 如果你非常精準的話 你每個麵糊都可以秤過 那我就是大約就是50克上下 然後完成之後呢 就是讓麵糊稍微的敲一下 讓它比較平均 現在我們的這個麵糊已經準備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來送進烤箱 我們烤箱的這個預熱溫度是我們的攝氏180度 華氏350度 那全程烘焙需要17到18分鐘 各位可以在最後出爐燈一兩分鐘 用竹筋刺到麵糊的中心 如果出來沒有沾黏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放進我們的烤箱的中層或下層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全程烘焙時間大概花了18分鐘 那這份配方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上面多少還是會有點裂痕 不過跟一般的杯子蛋糕比起它的裂痕算是少的 很適合做上面的frosting的裝飾 那我們就讓它留在烤盆裡面 讓它完全的冷卻定型以後 我們最後再來做上頭的frosting 在我們的這個蛋糕旁邊冷卻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來準備我們的這個起司奶油湯霜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白色 如果各位喜歡是粉紅色的話 在前面做這個紅色糖醬的部分 可以留下大概一湯匙到兩湯匙來做這個染色的原料 那不然的話就是像我們今天做的白色 那首先就是把我們這個室溫的奶油放進來 然後我們的cream cheese 就是讓它在比較室溫的狀況下 如果你剛從冰箱拿出來的話 就是讓它在室溫稍微有一點這個室溫的溫度 然後我們先讓它混拌到均勻 用高速 均勻之後呢 就是把我們一湯匙的這個Vanilla 加進來 那如果各位沒有的話這個可以省略 我們混拌完成之後下一個動作就很重要 就是要加進我們的糖粉 那因為糖粉它很容易 在攪拌的時候就是像天女三花這樣飛出來 所以一般的話我會準備一塊布來蓋住它 所以我們待會加進去的時候呢 攪拌它才不會從我們的攪拌坡裡面飛出來 那我們大概放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進來 我們今天就先放進一半左右的量 然後在開始之前呢就 先把它蓋起來 然後我們再啟動 從慢速開始 然後再慢慢的轉成高速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另外的一半就全部加進來 中間可以平止把旁邊這些糖粉還有這個奶油 起司都把它刮進中心 讓它混拌更均勻一點 完成的攪拌均勻之後 這樣就我們的這個cream cheese的frosting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來進行我們的紅芝蓉蛋糕上面的這個frosting的裝飾 那我會建議各位使用像這種鋸齒狀比較明顯的 因為它出現的這個紋路會比較好看 那各位可以做一下選擇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這個杯子裡面 如果在台灣溫度比較室溫比較高的話 這個可能會太軟 你可以放進冰箱冰涼大概30分鐘 然後再來使用它可能會比較硬化 那像我們現在的這個室內溫度 大概是23度24度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我們這個放涼的這個杯子蛋糕 就讓它中間有點距離 這樣你等一下再操作的時候才不會互相黏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上面的擠滑 好 我今天準備的量不夠多 大家只能完成11個左右 那我們待會就來上面做一些裝飾給大家看 在杯子蛋糕的裝飾上面有非常多的選擇 那因為今天我們是做的是紅絲絨蛋糕 所以我會選用金色跟我們的粉紅色來做搭配 那現在我就為各位做示範 我們先從我們這個小號的這個細碎的糖開始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這個粉紅色比較大的這個竹竹 它這個竹竹就不用放太多 我就一顆大概三四個就可以了 希望你會喜歡我今天為您示範這份紅絲絨杯子蛋糕的做法 它特殊的顏色以及造型 是相當適合在Party上出現的一道蛋糕點心 最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Enjoy!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